這次我們一行八人 我和牧村之後有六個大英姊妹去的 其實六個當中有三個是第一次去的 是否很感謝神啊 很大的恩典 有第一次去呢 就是我見到 不是 是四個第一次去的 四個去 我看到每一個都是很投入 很開心 現在最Hit的話題是甚麼 各位 就是侍奉功能小組 我可以告訴大家 在短書裏面 八個都用到 別笑了 真的 剛才他們說 報道小組也用到 敬拜 迎生都可以 你知不知我迎生做甚麼 開著個門 歡迎你 歡迎你 那些新來的人很感動 要你歡迎我 很開心 他們有很多第一次來的人 他們說很開心 我們老遠來套上腰包 來服侍他們 還要奉獻給他們 他們很感動 每一個侍奉的功能 我都用盡很厲害了 先去迎生 歡迎他們 他們來斟茶遞水 我做給他們 然後敬拜 投入 不用說 大家都知道 然後 因為我進去特別多 幾乎九成有都有去的 牧師特別欺負我的 所以 他們就用四個功能 我用了八個 然後牧師說 你們分組 Mandy分兩組 你又去幫我組 好啊 幫我組 你想幫哪組 其實都沒甚麼所謂 你成年大令 我去幫我組 是初訊的 其實我都很丟臉 他們每個都說 這些是說佛的東西 我聖靈說 一路邊祈禱 就用甚麼呢 用一個 好像一個師會的感染力 我講的 其實我都好像沒甚麼講的 但他們在哭 很簡單的說福音 有些說不懂 講普通話的 又可以做得到 有些他想著 你聽阿元 講廣東話 都不太能 但神就為他 預備一個 他的良和香 是吧 神真的很好 只要我們去做神 為我們預備 所有好的東西 包括會建立我們的信心 還有給我們每一個 所以你們參加任何的 功能小組 都一定在短孫裏面 大大發揮 大大有功效 所以你們下次有短孫怎樣 一定可以 一定可以 謝謝神